像莲花一样 你的心像水晶球一样 它是感动啊 它是说你出家是好 但是我很 我舍不得你啊 你能够去利益别人 我很喜欢 但是我永远很舍不得你啊 因为你是一个善良的人 慈悲的人 有智慧的人 你是人间的莲花 所以像我要出家 我也是跟家里解释啊 哎呀你看我去出家嘛 我这个人去出家 我会 我能够帮助很多人吗 我会很认真的 我一定要跟家里解释啊 我说我会证明给你看啊 我们出家不是逃避了 是要把爱你们的方法来 爱全世界啊 孝顺父母的方法来 孝顺所有的人啊 爱护家庭的方法来 爱护每一个人啊 当然对方舍不得你 但是你的心态要表达 所以我想我们学大乘 讲日常生活中的佛法 那各位就要从今天开始 一直主动的去 关心别人 关心别人 关心花草树木 你要关心花草树木 你经过这棵树 这个树就会跟你摇一摇 哪一天你修到有空心 这个树就会弯下来 这最坚硬的石头 就会变成海绵一样 但是你现在要开始 开始 对什么 对你的椅子也要感恩啊 对空气感恩啊 怀着这种感恩 柔软慈悲的眼神 去对待一切 床啊谢谢你啊 枕头啊谢谢你啊 你用完马桶都给他谢谢啊 马桶 没有你没理我也是啊 怎么可以没有马桶呢 所以每一样东西 我们都要这样 那各位你要练习 喝到水感谢水 穿到衣服感谢衣服 也感谢 希望每个人都喝到水 每个众生都有甘露水 穿到衣服 翁啊翁 希望每一个孤魂野鬼 都有衣服穿啊 我们新加坡还在 还在夏天啊 哎呀在北极啊 在很多冰人已经没有衣服穿了 哎呀当愿众生得到衣服啊 你要这样想 你一直这样培养你的悲心 然后周遭的众生会不会感动啊 非常感动 这个花本来开一天就要凋谢了 因为这个花看到你 它就会 你在那边七天 它就越来越漂亮给你看 就像我们上回传习法师拿给我看 哦 那个瓶子里面的杨柳枝会不会长根啊 会不会长啊 你很慈悲经常撒 那个杨柳枝会长根哦 不可思议的事情很多就会出来啊 但是又把这个长根的杨柳枝 给一个没信心又没悲心的 放一天就死了 它又烂掉了 你看 就像甘露丸 甘露丸是不可思议的加持 你交给一个没信心 甚至破戒的人 马上变毒药 不能喝了 不能吃了 所以各位 你把一杯水 交给一位吃杯的人 变甘露水 他喝了 你把一杯甘露水 放给一个 一个造恶业的人 马上变毒水 不能喝了 所以各位 你知道如此以后 那你要时时刻刻 保持大悲心 所以为什么要持咒 咒就是守护你的心 你念哦吗 你别别别 让你保持一个菩提心 你念大悲咒 让你保持一个大悲心 你念阿弥陀佛 让你保持一个阿弥陀佛的心 因为我想要许阿弥陀佛 这样关心对方 所以心创造一切 创造你的肉体 改变你的生命 因为刚刚有一个菩萨 问我 师父我得癌症 怎么办 没有怎么办 保持微笑 念阿弥陀佛 愿大家快乐 你就不记得 你就癌症了 因为痛苦的细胞 变快乐的细胞 这样 没什么大不了的 所以我每次去看病人 去祝念 我都很快乐 哦 赞 死掉不太看 现在要去基督世界 哎呀 太好了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一人在开庆祝会 这个人去当兵 要退伍了 我们当然要庆祝 他要脱离人间 轮回苦难 他要去极乐世界 不庆祝干嘛 如果结婚 我们可能要为他哭 苦恋 苦恋 苦恋不变 要跳下 所以你了解佛法了吧 所以各位呢 哎呀 心态 我结婚你为什么哭 哎呀 我当然为你哭啊 你要让他知道这个道理 所以 我讲各位呢 当下就是 我们大乘佛教的禅 当下的心态最重要 你要改变未来 你只要改变当下 所以 时时刻刻 保持正念 不离开慈悲心 不离开铺敌心 乃至不执着有一个我 要一直说到 什么都是假的 假的 现在有人骂你王八蛋 你要马上 那是假的 没有一个我在被你骂 你不要说 OK 现在没有我王八蛋 我骂你王九蛋怎么办 那两个就吵起来了 你骂我王八蛋 声音不错 可以拿来念经 因为你很稳定 你没有生气 有些人 马上生气 各位你要试试看 我们以前在打坐 师父就在后面 啪 还在坐 不错了 你在打坐 师父就啪 像红炮 那是打你身体 没面子 师父你干嘛打我 那代表你 你虽然脑筋很好 但是你很爱面子 很骄傲 那你没办法打坐 所以你在那边念经 你的儿子 玻璃被啪 破了 继续念 念完再去扫 这样就好了 因为你的心已经有 这个叫调伏了 调伏了 不会被旁边的事情 动了 这样 如果你没有 没有保持这个 接受无偿的习惯 这个处理心 那你就会 起心动力 你怎么可能修大悲心 所以各位一定要 把你现在所拥有的 都把它看破 看一次 先生离开你 老婆搞外遇 儿子不听话 房子被烧掉 被公司解雇 医生宣布你得癌症 这些你要一直思考 一直思考 思考 对啊 人生就是如此啊 有什么好计较的呢 然后再看看别人的苦 哎呀 我是个人 他那只猪要被杀 那只狗多可怜啊 那些地狱鬼道 那不用讲 一直思维 一直思维 哎哟 我投胎做人了 我投胎做人要干嘛 所以各位 还没有归衣三宝之前 最好先思维 人生 做人的意义在哪里 人生的价值在哪里 你思维过了 你再来归衣三宝 哎呀 人生 真宝贵啊 生命无常啊 轮回是苦啊 你要去思维这个道理 思维好以后你觉得 哎呀 所以什么才是我们真正在追求了 我们要得到一个圆满的人生 奉献的人生 所以我想 学佛各位要保持冷静 像我很喜欢思维 我一停下来 我走来走去 我就一直在想 一直在想 我自己的问题 也是别人的问题 别人的问题 也是我的问题 所以众生的问题 跟佛法怎么样连接在一起 如何用佛法来解决 别人的痛苦 众生的痛苦 鸡有鸡的痛苦 鸭有鸭的痛苦 生病了 生病了痛苦 那个美丽的女人更痛苦 那个有钱的男人也很痛苦 他们各自的痛苦是什么 哎呀 我怎么样帮助他们 所以为他们念佛诵经 不断的回向 有机会碰到他们 要跟他们讲什么 就像你年轻 哦 今天晚上要约会了哦 你很在乎的男人或女人 你要想一天 哦 都中一个说什么 我要穿什么衣服 我要送什么礼物 你就会一直想这些啊 就是这样了 我们大乘佛教就是 我今天晚上 等一下要面对到我的老公 今天晚上回去 你要看到你的先生啊 你的儿子啦 我要跟他讲什么 而且我要视线什么给他看 他看到我以后 他能够因为这样而学佛吗 这个最重要 我们人生的意义就是 佛法是我们报恩最好的礼物 我们一定要把佛法 给我们所爱的 关心我们 认识我们的人 那如何让我的楼上楼下 我的同事朋友 都能够享受到这个法味 这个世间最好的快乐 法味 真理的快乐 我要用什么方法呢 所以你一直想这个 然后我要跟他微笑 我要原谅他 今天你离婚了 那是你还没学佛以前 你离婚了 那怎么办 那那个离婚的男人 我也要度他 你现在学佛了 不怪他了 为什么 哎呀这是我的夜报啊 我的夜报啊 我嫁给谁也会离婚啊 但是我现在了解了 哎呀我不再恨他了 但是你要如何 让对方也学佛呢 你写封信给他 打个简讯给他吧 对于我跟你的过去 感恩你 对不起你的地方 跟你讲声对不起 虽然离婚了 我们还是有缘 要你来参加海涛法师 放生法会好吗 你要讲什么都可以啊 你要寄个书给他也可以啊 你要寄个DVD给他可以啊 你要跟他结缘 像我经常想这个 我年轻的时候喜欢交女朋友 乱交 我也没什么感情的 只是人家说带女孩 带女孩 我这个又没什么挑的 反正美丑都一样的 我不会看女人漂不漂亮 我从年轻就这样 别人说那个很漂亮 奇怪 这什么 我不会看 我知道他是女人 哪有什么漂亮 你怎么看我都不会看 所以人家都笑我 哎呀这个人长得还不错 为什么带他女人不好看 因为你们说带女人 所以我就带女人啊 这样而已啊 但是现在就会想 哎呀 哎呀过去认识的这些人 也是个缘呢 怎么样让他们懂佛教啊 所以我经常写牌位都帮他写啊 名字我都记得 写啊一直写啊 帮他回向啊 希望哪一天在路上碰到我啊 有缘的人现在做和尚啊 我会赶快给他佛法 为他报恩啊 对不起啊 过去跟你谈恋爱 不过这个是个缘嘛 但是现在佛法最重要啊 甚至你要很勇敢的讲这句话 哎呀这个世界 没有人比我还爱你 因为什么 佛法更重要 我曾经跟我过去的太太 讲这句话 我要出家来跟她讲这句话 这个世界 没有一个男人像我这么爱你 因为我儿子想要你学佛 要你快乐 这个我以前叫我在家 讲这个什么 这个这种话我不会讲 但是我学佛了 我是从内心里面关心他 希望他解脱 希望他快乐 所以你一定要跟他表达 但是你表达的动机是慈悲啊 所以各位这很重要 你的儿子做错事情了 你不要生气 你要讲儿子 我是真心的爱你 你要让他知道你爱他 所以你不要做这个事情可以 如果你因为这个事情而生气 爱面子 然后你骂他 他已经不接受你了 因为你不是关心我的 你关心你的脾气自尊 比关心我还关心 所以各位这个叫大悲心 大悲心是什么 你做错事情 那个痛苦我可以感受到 你的痛苦我可以感受到 这叫大悲心 所以各位到监狱里面去 去看犯罪的人 去看做错事情的人 你要从内心 我们叫交换立场 交换立场 我就是你一样 那我怎么样来帮助你 不是一种对立的 谴责的心态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 大家已经懂得放生 超度 但是佛教 特别佛教是人本 人可以成活 所以各位要发挥 人的影响力 人的教这种 这种善巧方便 如何度人 度更多的人 大家来学佛 但是你要度人 要怎么度 很简单 你只要净化你自己 像一朵莲花 你的心 柔软 慈悲 你这个力量 刚刚讲的 善良 慈悲 就可以影响周围的人 但是你不要被污染 别人怎么污染 那是别人的事 你保持这个 以这样子的情况 去帮助他们 所以我想一个修行人 不在意 你会不会讲话 因为你的一评一笑 一个动作 别人都在观察 所以各位以后 你吃饭 你要保持正念 吃完 别人都在看你 然后慢慢 你就可以影响 这些护法神 也会拥护你 但是很重要 一定要发愿 大乘佛教 我一定要帮助 所有众生成佛 这个愿 一定要抓得很紧 你今天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我就是希望 大家离苦得了成佛 我没有个人的想法 你就会产生魅力 如果你今天化妆得很漂亮 开一部很美的车子 只希望别人注意你 你有没有注意到 我很有钱啊 那叫大头病 你有没有注意到 我身材很好啊 以后你会变毒蛇 我跟你讲 因为你的动机 不是希望别人快乐 而是希望别人对你好 注意你 那你这个动机就不好 所以各位 事实上修行很简单 你就转变一下就好了 你是个很厉害的人 很会打麻将 你是很厉害 很会讲话 很会骂人 太好了 以后你是大菩萨 放下徒刀 利利成佛 因为你这个力量 只要转一下 OK了 如果你平常连煮饭 都不会煮饭 做事情做得很不好 那没办法 你好好逆袭 所以我想每个人 都有一个很好的脑筋 但是呢 各位不要过得太奴隶 太奴隶 我觉得我们新加坡人 好像比较 比较 比较 step by step 好像要规定那个 规则 这样 我排队你也要排队 那这个就好像比较 努力 所以你现在要学习 要自由自在 要自由自在 所以最好明天给你穿一个寄工衣服 然后开始在街上走来走去 叫破我像 你不要跟人家觉得我要跟你一样 我要跟你不一样 你要开始为了 为了要立一种 你不要一直跟在别人鼻子后面走 所以释迦摩尼佛在那个时代 他是特立孤行的 他跟别人都不一样 所有的人都误会他 但是他追求真理 有真理之光 最后别人都会认同他的 还会追随他 所以我想我们学佛学佛 我们不能一直说 哎呀我只是一个佛的弟子 我随便就好了 你要说不行 我要成佛 我要如何成佛 刚刚我们跟格西聊天 所以要学密宗啊 学密宗可以提早成佛啊 一般的人不希望堕落三恶道 所以不要造恶业 这个是下四道 不要造坏事 多做好事 将来不会堕落三恶道 这是学佛的基本 要下四道 第二个呢 南传比丘 要解脱轮回 要解脱轮回 消灭贪生痴 那你叫持戒 修禅定 有智慧叫戒定慧 八正道 四念处 然后呢 喜欢解脱轮回 那我们大乘呢 大乘要干嘛 哦我要成佛 愿所有众生都就尽解脱成佛 我们是发起这个心的 叫菩提心 那修菩提心 正常是怎么修 我们要六波罗蜜啊 四色六度波罗蜜啊 但是这个要多久 三大阿生期节 这么久 才可以成佛 但是 成佛的目的 就是要赶快利益众生啊 让这些母亲可以离苦啊 所以 还有一个更大的方便 在释迦牟尼佛的教法 玄节第四佛 里面有秘法 所以各位 前面做了这么多上师 各位哪一天要 一定要去依止善知识 但是你依止善知识 你也不能随便抓一个 哦这个密宗我就来 要观察 这个上师 他有没有修行 观察一段时间 他有慈戒 他有菩提心 他有在追求空性 哦他真的有悲悯心 观察了 那你就依止这一位师父 这一位师父就代表 你所有的生命 代表三宝了 代表三宝 代表佛了 然后按照这师父的教法 然后教训你 一步一步的修行 最后 希望你能够快速成佛 然后进入 哦 修密中 所以我想 这个观念 我们可能自己要 大家都要研究啊 怎么样去做 但是对你的家人 你不能一步就叫他什么 发菩提心啊 现在你不要打麻将 不错啦 不要去吃肉 不错啦 一步一步来 懂得做一点好事 想要一步一步来 第二步 希望他能够 有脱离轮回的 了解苦极灭道的道理 进一步懂得关心众生 既然要关心众生 哎呀 我们就要发菩提心 然后要怎么修行 一步一步 所以我认为 对我自己来讲 我认为 生命不断的在轮回 所以 这一辈子也是个 也是一个假 暂时的存在而已 但是这个心态 心态 很重要 当然有人问我师父啊 请问我师父在哪里啊 上师在哪里 我跟你保证 你只要发愿 真实要利益众生 祈求佛陀 你的上师一定会来找你 你请你相信我这句话 这一些佛菩萨急得要命啊 不知道谁要成佛啊 所以你只要发愿 祈求佛陀 你真实要利益众生 你的累劫的师父 就会来找你 他会带着你 很快的成佛 大家一起承担社会的责任 所以我想重点还是 在我们自己 而不是说 别人别人的问题 所以佛教讲里面 一切幸福 都在你内心里面追求 你要往内去开发 你的内心里面想的是众生 想的是如何帮助别人 你自然就有很好的因缘 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 世间一切都是苦的 因为变化无常无自信 所以如果我们碍然在这个世间的一切 那我们就没有办法离开痛苦 所以要一心一意的依止佛菩萨 大悲观音菩萨 所以各位呢 要经常这样来念佛 为自己更为别人 更为众生 所以阿弥陀佛要我们念他的名号 念他的名号 阿弥陀佛的功德 就加持我们消除业障 乃至他的本愿功德 让你心想事成 所以我们要保持一个正念 事实上念佛就是念菩提心 所以以外在的佛来生起内在的佛性 所以一念噶玛巴 所有的众生就生出他的佛性 生出他的佛性就往生佛国净土 所以随时要救度自己 要帮助别人 万法违心造 我们的心念什么 世界就变成什么 所以要随时保持一个正念 一个好的念头 善良的 利益别人的 关心众生的 慈悲的 那我们的世界就随着我们改变 所以这个世界是合为一体的 每一个人的行为念头 一直在影响了这个世界 所以叫共业的世界 也因为了解这个道理 今天大家大慈大悲 放下一切 来慈悲念佛诵经 不断地做到利益众生的动作 动凡奇 善共下思不思 这样子不断的一个好的念头行为 就会对这个世界产生一个正面的力量 这就是一个佛教徒对世界的责任 希望这个世界灾难越来越少 希望众生的苦减低 所以各位要随时保持一个好的行为 如果我们起了不好的念头 哎呀痛苦就来了 我们要制造这个世界的痛苦了 所以这个世界是一个整体 是一个整体 地球 所有的生命就像一个整体 像一个肉体一样 头痛脚也痛 脚痛也会影响 心情不好也影响肉体 肉体痛苦也影响心情 所以这个一个缘起 互相影响的世界 那我们是这里面的一份子 那我们要为这个而负责任 所以一个好的念头 就可以影响世界 就可以帮助别人健康 所以我想各位要时时刻刻 一念三宝 念佛诵经持咒 请一个好的 不要制造痛苦 再大的痛苦都是假的 我们修忍辱 不要怪罪别人 一切都是为心为事所限 你所得到的都是你自己制造来的 所以我们时时刻刻念佛 念法念生 时时刻刻对别人悲悯 为什么要悲悯 因为他犯错了 他可能现在在偷你的钱 可能在强暴你的身体 但是你的心 还是要对他有悲悯性 他可能跑到你家 偷了你的钱 你还是要对他有悲悯性 不要因为外在的环境 而污染了你的心 但是你还是要跟他结善缘 因为我们的目的 就是要帮助别人 帮助众生 对别人没有这种欲望 喜欢 喜欢就是贪 贪就是执着 执着的痛苦 对别人也没有恨 也没有排斥 不喜欢 不喜欢就是撑 撑也不行 对众生也不能不了解 他跟你的关系 如果你不了解 不知道叫愚痴 愚痴你才会杀他吃他 你如果知道众生是父母子女 怎么会杀他吃他 如果你知道众生都是你的爸爸妈妈 你还会跟他谈恋爱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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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